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十八岁生日的时候 我俩订了婚 也算是对这几年感情一个交代 我和李扬之间的感情 在我的心里 我一直觉得都是很稳定的 可是我发现 自从谈货论嫁开始 一切都变了 我家条件中等 爸妈早年间下赶后就一直下折腾 在我读大学那会儿 终于算是折腾出点眉目 俩人在我们县城做起水果批发生意 这些年生意越来越红火 连着开了好几家店面 李扬家里兄弟两个 他是老大 弟弟还在读大学 他爸爸在家开了一家电器维修部 因为是老店了 生意也还算不错的 在我眼里 我觉得我俩家算是门当户对 可是在李扬眼里 就是他家穷拿不出钱 俩儿子生活太艰难了 订婚的时候 我爸收了他家六万的彩礼 这六万彩礼 该把李扬家的命咬了 一家人在我面前哭穷 潜意识里一直在传达着 六万块钱 是他们家所有的家当 现在谁家姑娘的彩礼是六万啊 不拿远地说 就我周围的 哪个不是十万 十二万起步的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爸在订婚当天 当着他们亲戚的面表示 这彩礼前也要再添补一些 给我和李扬首付一套房子 也算是给我的陪嫁了 房本上是我俩的名字 这话一出 李扬爸妈紧重的眉头才舒展一些 六万块钱娶一个媳妇回家 还带一套房子 不知道到底是谁家吃亏 订婚后 李扬是经常去我家看我爸妈 帮我爸妈搬水果一些 当然 他做的这些都是有目的的 就是想让我爸妈尽快兑现承诺 生怕拿了彩礼 不买房怎么办 终于在坚持搬一个多月水果后 他坐不住了 每次在吃饭的时候 总会旁敲侧击提起房子的事 我听说哪个楼盘快开盘了 好像还得排号呢 现在房子是真难买呀 句句都在点上 我爸妈也是明白人 做生意那么久的时间 越做越红货的靠的就是诚信 在订婚的第二个月中旬 爸妈带着李扬和我去看几套房子 最终确定一套125平的三居室 地理位置各方面都很好 最重要的是离两家都近 刚好在中心距离 交手妇那天 李扬一家四口全都到齐了 我想来了也好 让他们睁大眼睛看看 那六万的彩礼购买几个平方 因为我们没有结婚证 所以只能联名买房 只有这样 两个人的名字 才能同时出现在购房合同上 在签字的时候 一家围过来 亲眼见证了签字画押 才算踏实了 交手妇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全都缩在后面 等着我爸妈出钱 爸妈交了手妇出来后 李扬爸爸握着我爸爸的手 那叫一个客气啊 亲家 你这次可算给孩子们 出了大力了 以后得让两个孩子 好好孝顺你们 只要不提钱 他们一家就是正常的 自从付了首付之后 李扬也算是安心了 所以也就不用再去 我爸妈店里献殷勤了 新房的装修费 用的是我和她的共同工资 一直处于拖拖拉拉状态 发工资添值一点 花完了就继续放着 我曾多次提起 让李扬问家里要点进装修 也不需要多奢华 简单装修就好了 可是每次 她都以各种理由 拒绝开口要钱 弟弟现在还读书 正是用钱的时候 再说了 家里积蓄 早给了彩礼 是真没钱啊 每次都是一副 要钱没有 要命一条的态度 本来两三个月 就可以完工的事情 硬是让我俩 拖了整整一年 才算完工 装修差不多结束后 才把结婚的事 提上日程 毕竟都快三十岁的人了 准备婚礼这事 看似幸福 其实是最能磨性子的事 我现在是深有体会 准备两个多月的时间 一直都是我一个人 在各种忙碌 各种落在其中 李扬充其量 就是个参谋 拍婚纱照的时候 刚巧赶上我发工资 李扬那叫一个开心啊 觉得又省一笔钱 你不是发工资了吗 就用你的拍婚纱照 我的钱留着 到时候找酒店一些 然后我就傻兮兮的 自掏腰包去拍了婚纱照 接下来的我就沉浸在 准备婚礼的自嗨模式中 每天穿梭在淘宝的 各种婚境用品店里买买买 只要是我想到的 我都会买回去 而这些钱 当然是我自己出 李扬对于这场婚礼 就处于铁公斤一毛布吧 只要我不问他要钱 一切都好说 后来在商量给我红包酒席的时候 李扬全程都是黑着脸 觉得我们家要求多了 我爸妈是觉得 家里就我一个女儿 一辈子也就这一次 酒店婚庆找好点的 双方都有面 他们家体体面面地去媳妇 我们家体体面面地将我嫁出去 可是这些在李扬眼里 都是故意额他们钱 就是故意为难他爸妈 还没等商量结束 李扬直接把我拉到卧室 对我开启了哭穷模式 说的那叫一个可怜 就好像娶我花钱 娶别人家姑娘可以不要钱似的 只有她是爸妈花钱养大的 我就是让大风一吹就长大了 我也不怕你笑话 当时为了给你家彩礼 十块钱三条的内裤 我和我爸换着穿了一年多 你跟你爸妈说说 差不多就行了 我们家不止我一个儿子 听你这意思 是一分钱都不想出 把我就取进门啊 是不是婚礼不办 才合你们家的意啊 我强压着心底的火气 和李扬低声理论了几句 在出去之前 我也表明我的态度 对于婚礼这事 我是不会再让步的 刚走到客厅那里 就听见我爸对他家再次低了头 考虑到你们家还有个读书的 压力也大 所以这次酒席前 我们也会适当地出一点 争取让他们的婚礼不留遗憾 我听见那句话的时候 眼泪不由地掉下来 想起曾经一个结了婚的朋友 说过几句话 结了婚才知道 我的父母以为我穷得 连饭都吃不起了 而他的父母却觉得 我付的都可以买火箭了 一个是拼命帮 一个是拼命房 这大概说的就是我爸 我爸妈总是怕委屈了我 经济所有地帮我 而他爸妈包括他自己 是想尽办法让我们倒贴 那天晚上 我爸说完那句话后 他爸妈的脸 瞬间从暴雨转情了 乐得嘴都喝不拢了 李扬啊 快给你老丈人敬个酒 可得好好感谢你老丈人 每次都是这样的情景 想要钱的时候 就各种巴结 各种奉仇 然后钱拿到了 就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 第二天刚好是休息天 我和婚纱店 还有婚庆公司 约好了去选婚纱 和确定婚庆方案 当我给李扬打电话 让他和我一同去的时候 他的回答 让我对这场婚姻 没了信心 我不知道我和他 结婚的意义是什么 是什么婚纱礼服 人家长得好看的 披个麻袋都好看 我看拍结婚照 送的那个婚纱就能穿 你非要重新订 反正我没钱了 除了酒席前我出点 设计的那些 你自己找的 你就自己出 我是没钱了 结个婚 非要这么讲究干啥 又是婚庆 又是车队 我家又不是富二代 我以为 在我爸妈一步步退让的时候 李扬是寻寻感激的 可那只是我以为 这才过了一晚 他又开始原型毕露 你如果这样想 那我觉得实在没必要结这个婚 我这就打电话取消 什么都取消 你拿着钱和钱过吧 说完 我挂了电话 通知了婚庆和婚纱店 婚礼待定 李扬可能感觉到 事情的严重性 挂了电话 屁吊屁吊地跑来道歉 可我听着他说的每一句道歉 每一个字 都让我觉得是在给我挖坑 等着我去跳 我不知道这场宴 我该不该去付 三十岁了 最好的青春全给了他 到头来是这么一个人 不解吧 我又怕爸妈担心 怕他们难过 毕竟还出了那么多钱 买了婚房 结吧 又害怕婚后会是一地鸡毛 反正不管结与不结 我都觉得对不起我爸妈 若不是因为我当初死心塌地 他们又怎么会一直让步 可是反过来想想 八年的感情 让我现在就这么放弃 说实话有些不甘心 一个女孩有几个八年 现在我的处境是 婚纱照拍了 婚期定了 我却想逃了 自己对婚姻的美好向往 就这样活活断送了 也应了那句 自己弹的声 怕你要得多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